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足球历史上最为传奇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其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球队和球员 然而,在2011年 这个俱乐部的一支特别的团队崛起 成为了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团队之一 那一年,巴塞罗赢得了西班牙甲级联赛冠军 赛季结束时以96分排名第一 只输了两场比赛 比第二名皇家马德里领先4分 他们还赢得了欧洲冠军联赛与西班牙超级杯 分别以3比1击败曼联赛 赢得了冠军 以及在一场惊心动魄的两回合比赛中以5比4的总比分击败了皇家马德里 这被称为三冠王 除了这些冠军外 巴塞还赢得了俱乐部世界杯 以4比0的比分击败巴西队胜托斯赢得了冠军 那么这支球队为什么如此出色呢 首先谈到2011年的巴塞罗纳 就不得不提到他们的超级巨星梅西 梅西在这个赛季打入了53个进球 成为了欧洲金学奖的获得者 并被评为欧洲足球先生 这是他连续第二年获得这个奖项 梅西的出色表现不仅在进攻端 还在组织和防守方面贡献突出 成为了巴塞的领袖和核心球员 在2011年的欧冠决赛中 梅西也是巴塞的关键先生 在面对曼联队的比赛中 他在比赛中的表现相当出色 打入了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并在整个比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帮助球队以3比1的比分击败对手 成功捧起了欧冠冠军奖杯 可以说在2011年的巴塞中 梅西的地位不可替代 他以自己超群的技术 出色的个人能力和领袖气质 成为了球队的关键人物 也是球队取得成功的最大功臣之一 在中场位置 巴塞同样拥有许多世界级球员 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 那个著名的大脑 安德烈斯·伊涅斯塔 伊涅斯塔是巴塞中场的核心人物 他在中场拥有着出色的传球和组织能力 是球队整体战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除了伊涅斯塔之外 巴塞在2011年的中场 还有哈维及塞尔及布斯克茨等球员 布斯克茨是一名出色的防守型中场 他在比赛中经常出现在防守端 为球队提供了坚实的防线支持 哈维则是现代足球中最好的中场球员之一 他在比赛中以出色的视野 技巧和传球能力著称 他能够控制比赛的节奏 通过快速而精确的短传传递 打破对手的防守 为前锋创造机会 伊涅斯塔、哈维、塞尔及布斯克茨 都是中场位置上的出色球员 他们的传球和配合能力堪称完美 成为了巴塞罗纳攻守转换的重要一环 除此之外 巴塞罗纳的防守线同样是这支球队的亮点之一 他们的防守不仅稳固可靠 还能够对抗对手的攻势并迅速转化为进攻 首先是球队的中后卫 由杰拉德皮克和队长卡尔普悦尔组成 杰拉德皮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中后卫 他在球场上经常能够拦截对手的进攻 并迅速将球转移到前场 他的身体素质和投球能力非常出色 还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能够快速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卡尔普悦尔是一位出色的西班牙中后卫 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强 善于拦截和解围 他在球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球队提供了可靠的后防 在左右边后卫位置上 巴萨分别有丹尼阿尔维斯和埃里克阿比达尔 丹尼阿尔维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巴西边后卫 他的速度和技术非常出色 能够在进攻和防守两端发挥重要作用 他的突破能力非常强 常常能够在对方进区内设造威胁 埃里克阿比达尔是一位出色的法国边后卫 他的速度和防守能力非常出色 能够有效地防守对手的进攻 并为球队提供稳定的后防 此外 2011年巴塞罗纳的球队风格 也是其出色表现的关键之一 在这个时期 巴萨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足球哲学 这个哲学被称为tiki-tok 它是一种攻守兼备 控制球权和传球控制的足球风格 球队的核心理念是在场上掌控比赛节奏 以快速的断传和不断的控制球 来让对手失去信心和机会 巴萨球员们通常以高达90%以上的传球成功率 来保持球队的控制力 同时在场上高效的创造机会和进球 这种球队风格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新颖的 也为巴萨赢得了无数球迷的喜爱 巴萨的成功不仅仅来自于球员个人的天赋和技能 还来自于团队协作和战术上的巧妙安排 他们能够在比赛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让对手束手无策 最终赢得了众多的荣誉 除了球员和战术 巴萨罗纳的成功也离不开主教练的指导 2011年 巴萨罗纳队的主教练是现任曼彻斯特城主帅瓜迪奥拉 他在2008年接任一线队主帅后 率领巴萨罗纳队成为了一支无与伦比的强队 并在2011年达到了巅峰 瓜迪奥拉是一位非常注重战术配合和技术细节的教练 他致力于建立一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 让球员们通过短穿配合和快速移动来控制比赛节奏 他的战术理念与巴萨罗纳的轻讯体系相得益彰 巴萨罗纳队的球员们在他的指导下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 打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比赛 他在球队中注重每个细节 致力于建立球队的统一战线和默契配合 他能够发挥球员的最大潜力 让他们在球场上达到最佳状态 总之 2011年的巴萨罗纳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 他们的出色表现和赢得的众多荣誉 让他们成为足球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对于现代足球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来自于球员的天赋和技能 还来自于团队协作 战术安排 教练的指导和球迷的支持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支球队的辉煌历史 期待未来也能有更多出色的球队崛起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 分享与订阅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